我們是個政治諷刺的秀 我們世衛總統候選人 誰會當選呢 世衛的面向都是屬於比較富貴的啦 但是比較關鍵是今年屬豬的比較強 誰是屬豬的 我記得是賴跟柯是屬豬的 欸很準耶 還是沒有你只是參考民調而已吧 你根本就是 我們是個政治諷刺的秀 我們世衛總統候選人 誰會當選呢 賀龍 你一個人被言上很孤單是不是 欸我們有提供你一些資料欸 你沒有提供 我們的西方占星不只要上面的年月日 我們還需要時間 幾點幾分你有嗎 我們有60歲民調 不過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每一位成功的星座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侯友宇先生他是雙子座 嗯 每一個星座都有高配版和低配版 那 給你一個可以挖洞的機會 我怕你主持功力不太夠 雙子座比較厲害成功的地方 是他可以快速地抓住不同的訊息 而且把它連結 比如說人連結在 人連結在一起 就變成前脈 但他是裡面最不想跟別人連結的欸 欸他有自己的 他有自己的工作夥伴嘛 郭台銘先生天秤座 然後賴清德先生也是天秤座 天秤和天秤 高配版也有他的差別 比如說 郭台銘先生他可以快速解決糾紛 那賴清德先生他國際觀很強 所以他們走的方向是不一樣 一個跟商有關 一個跟政有關 柯文哲先生獅子座 果斷果決 這些都是這些星座如果想要成功的話 我們可以發揮自己的個性裡面的閃光點 不愧賣得好 那簡紹點 這四位有沒有很特別的面向 值得討論 這個四位的面向都是屬於比較富貴的 但是比較關鍵是今年屬豬的 比較強 誰是屬豬的 柯先生我記得是 賴跟柯是屬豬的 欸很準欸 還是 沒有你只是參考民調而已吧 你根本就是 那你們等一下幫我算 你們給我最real的 真的假的這麼real 對 直接算我壽命啊 這麼硬啊 沒事沒事等一下就知道 簡少年老師是真的可以看壽命的 對但我不能講 他不能說 為什麼 就是有點像那個復仇者聯盟一樣 我們去改變這個歷史的規則 就得看你被撤撞 欸沒有沒有說你會被撤撞 沒有 客榮夜夜秀我們才第二集而已 我們會走多遠 會走多紅 你的這個面相呢 我們還有身上 手上你的深層八字 我們看了一下喔 在你下個月的時候 會有桃花節 喔 對 就大概在農曆十月的時候 會有桃花節 結 然後容易跟工作上的這個正妹同事出現問題 天啊 但是過了這個桃花節之後 你就蒸蒸日上 對 虛歲三十一 所以面相開始走眉毛運 走眉毛運的時候 你眉毛算是長得很不錯的啦 叫我們這個眉毛就是 它有點濃又不太濃 叫這種這個迷幻的風格 迷幻 對這眉毛有點迷幻 然後這樣的眉毛呢 怎麼樣 這樣的眉毛讓它從虛歲三下工作會爆發 大概在農曆過年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賀龍的工作 突飛猛進 OK 我們看到你的本命盤裡面 其實你是一個很好的主持人 天生的主持人 然後你也受很多女生的歡迎 女生族群還有媽媽族群的歡迎 對所以你桃花部分要審慎一下 姐姐們可能比較想要跟你怎麼樣 我還好我沒有 不過我們看流年啊 確實我覺得跟簡少年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明年後年你的運勢都非常旺 大概可以旺個很多年 然後這幾年你的紅都是 除了你真的很厲害有能力紅之外 你基本上是黑紅比較多 跟你今天衣服一樣 扎黑 進女色然後又黑紅 對 我XXX真的是 然後呢 這幾年我覺得你講話要小心 可能會有口試的 口 叫什麼 口舌之快 對口舌之快 你找10秒講我 就不會丟XXX 好其實我有點雞皮疙瘩你知道嗎 中文字幕——YK